各位華人健康網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唐又欣 年冠將近了,你有沒有算算運動時間到底有多少? 還是常常都一直坐在椅子上面? 所以我們一定要常換掉的臀部 你知道嗎?現在很多女生都喜歡穿縮身褲啊 或是比較緊身的褲子 可是如果你沒有一個很好的臀型 即使你包覆的很緊密,如果脫掉還是垮的 所以這個動作可以增加你的臀部彈性 還有臀部支撐的力量 甚至可以幫助你的臀部代謝多餘的脂肪 讓我們一起拒絕做大吧 好,動作很簡單 第一個,你先把身體跪起來 這是我們瑜伽常練的貓式 雙手記得分散手腕的力量 手肘不要鎖死 記得你的腰不要往下塌 你要把你的掌心推地板 還肚子微微的往內收,脊椎拉長 好,重點來了,你要把你的左腳膝蓋慢慢的打開來 可是骨盤不要翻掉 停在這兒,還用你的膝蓋去畫圓 每次畫圓的同時 你就會感覺到你的臀部是有用到力量的 慢慢的回來 吐氣的時候往外 吸氣的回來 你不用讓你的膝蓋很高 你只要停在你可以的位置 每次吐氣的時候再往外 吸氣回來 好,這樣子往後做八次以後 相反回來 往上 再打開來 慢慢的放下 往上 打開來 慢慢放下 記得你的身體盡量不要晃 最後 上 吐氣 下來 吸氣 吐氣上 往後一樣八次 最後一個往上 可能你做完以後 有點痠了 把你的腳大跨步 放到前面來 兩腳分開 慢慢把臀部做回來 伸展你的臀部 這樣伸展你的臀部 就可以把剛剛很用力的肌肉 慢慢線條變得很修長 讓你的臀部的形狀更漂亮喔 好,接下來這個臀部伸展的動作也很重要 平常沒事的時候 你可以把你的右腳放在前面 左腳打開來 對,像翹二郎腿的感覺 兩手放在後面 讓你的右腳彎 把背打直 讓你的胸口打開來 極限拉長 這個時候你會伸展到你的臀拉肌 包括有離胰撞肌 臀部這邊的肌肉都會伸展到 他除了可以讓你的臀部線條比較漂亮 更重要他是伸展到你的 比較臀部的肌肉 裡面是我們的坐骨神經 所以有時候坐骨神經如果壓迫的話 更需要把你的臀大肌 離胸肌伸展開來 這個動作如果有些人他做不到 可以把腳放遠一點 可是重點要把背打直 如果你駝背的話 就完全沒有伸展到你的臀部肌肉 所以要把你的肩膀打開來 還要把脊椎拉長 下巴抬起來 停在這可以做幾個深呼吸 還可以的話 把你的右腳再收進來一點 甚至把你的臀部靠近你的腳踝 把你的胸口靠近你的小腿 感覺到你的背在拉長 停在這 感覺到完全的伸展開來 如果你常常這樣練習 每次練習 慢慢慢慢的進來 每次做五個深呼吸到八個深呼吸 再換邊 這樣的話 你的臀部線條就會非常漂亮 學衣喜歡也很好喔